爱没有国界 爱无远福界 尊重与包容 了解而认同 重新发现新住民 欢迎收听多元族群分享爱 我们今天是针对了 就是新住民朋友来到我们台湾 然后面对政府呢 很贴心的安排了一些管道跟资源 请他们呢去多了解 可以适时的来运用 包含了一些福利措施跟制度 那我想要聊到的是 可能有些新住民朋友 他真的是住比较偏乡偏远的地方 那有可能是不是有一些手续 或者是领证之类的 你必须要前往到移民署来洽工 这有其他方式可以来处理的吗 因为我本来以为说 也许可能像服务中心或据点 是不是也可以用一站式的方式来处理 我想是说 如果是简单的一些生活辅助的部分 或者是一些求助的部分 或者是说你要想说你遭受了家暴 或者是怎么样的部分 那我想我们的三处新住民服务中心 跟八处的据点 跟十二处的家庭社会福利服务中心 大概都可以满足姐妹们这样的需求 去做提供这样的服务 那我想因为台南太大了 那个服务也太大了 所以没有办法说 我们社会局在安平 可是你不能从东三来到安平 那可能是要转好几趟车 但是东三的部分 你大概是离新营最近 那我们新营的部分 就有新住民服务中心 那也有社会福利服务中心 那您可以就是 姐妹们可以就进去寻求服务跟协助 那为什么有些东西是飞到移民署的吗 它的这个是不是比较有困难度 或者是更细腻的东西 我在想说是不是就是申请那个拘留的延长的部分 这个就可能就是一般中心是没有办法 帮忙的 对 它可能可以 姐妹们可能是说 假设他会不知道要找哪一个窗口 他可能就会可以就进来我们的新住民的服务中心 或者据点去问说 比如说我要申请延长居留 那我要去哪里申请 那这边就会可以告诉他说 你要去 你只能 去那个移民署的第一站 还是第二服务站这样去申请 可能可以提供这样子简单的讯息给他 或者是说帮他问说 我要申请延长居留 我需要哪一些证件 对 那我们就可以播一通电话 同人就会播一通电话 到那个移民署这边来问 说需要哪些证件 一二三四 哪些 好 那什么时候去办 这样子 就是让他们先 还没有去之前 把所有的资料都准备齐全 不用跑两趟三趟 对 辣东辣西之后 可能也都累死了 所以变成说前置作业 它是可以 可以靠你们来做协助整理 对 然后等到就是全部都被妥妥了 就跑这么专程的一次就好 是 刚科长有聊到说 其实我们很贴心的就是安排了有服务中心 据点 还有学习中心之类的 那他们每一个中心单位 他们负责的协助处理的事项会都完全一样吗 来讲的话 我现在来讲就是说十二个社会福利服务中心的部分 他针对的是所有市民 他不分 他不分说你是台湾人还是新住民的部分 他做的都是统一的一些服务的部分 比如说家庭的服务经济的协助这些 但是他如果针对是新住民的朋友的需求的部分 他就会把案子转到我们的新住民服务中心来 那最后服务的关怀的部分 就会就交给新住民服务中心来做协助 那他可能就是第一线先受案 先受案 然后由我们这边再转过去 因为我想我刚才讲的那个服务员太大了 他不可能就是从这边又跑到你那边 就说我不能说社会福利服务中心 说没有 你可能要去哪里的新住民服务中心 那他千里迢迢又到那里去 我想这样子也不符合我们服务输送的便利性跟渐变性的部分 所以我们现在做的就是说 我们先把案子收下来 然后我们就把这案子再转给当地的新住民服务中心 去做服务 去做资源的连结跟输送 而不是叫这些姐妹去跑两趟三趟这样子 像转车一样转来转去 我这样子是不能够提供这样子的服务 给新住民朋友的 是觉得真的还是有设想到 就是先窗口就先受箭 对 然后之后你要再去这么个转法 然后就转过去之后再去通知 你应该是要用 由这个地方来处理或关怀或者是协助 是没有错 OK 好 那有关于呢 就是我们整个 因为今年上半年 就是疫情的关系 有可能会打乱了 或者是延后一些计划 那当然了我们现在台湾防疫守成 守得很好 也许计划可能也许就是下半年开始 会有一些不错的活动方案 会再复苏 对不对 对 那要不要先请科长先大概跟我们说明一下 就是你们目前目前掌握的进度 目前掌握的进度的部分 我们在5月31号就会先办理一场 比较稍微比较大型的一些一个活动 然后来跟新住民朋友这样做连结 因为也是大家已经也闷很久了 那再来连结了就是23 123的部分到12月的部分 大概还会有个人支持的场次的部分 大概也会有10场以上的活动 的办理 对 那旗程的部分或活动的服务对象 或者是办理地点跟时间的话 我们都会用LINE去推播 去告诉这些新住民朋友 科长你们在规划设计活动 是有没有怎样的一些创意发想 比如说你曾经办过 你们曾经办过怎样的一个活动 觉得成效是非常不错的 像说我们在去年过年的时候 我们办了新住民就是围炉的活动 天哪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不错的活动 就是新住民 当然就是台南市的新住民朋友都一起过来 整个台南吗 对对对对 然后当然人数没有太太多 我们当时的人数邀约了几个几组人马来回路 还有影响吗 我们大概要了二十桌以上 桌吗 就是半桌的概念 对半桌的概念 然后就是新住民朋友就带着他的先生 家人一起过来 公公婆婆一起过来 然后来参加 那新住民其实 我刚才讲的台南太大 姐妹要来这样互相知道 要这样找来找去 其实是有那个困难度 当大家看到姐妹那种语言这样一下来 天哪 真是非常的热闹 真的我们那天办到两点多快三点了 等一下 你是说下午吗 我们是早上 我们大概应该十点开始 十点开始就是大家 吃中午的 对 吃中午的 你看可以办到两三点 大家就很热热 有这么多的话 唱歌 跳舞 对 那那时候的 第二代表演 对 那时候的围炉是用我们华人的方式 还是请他们加入说 他们搞不好母国也有不一样的过年跟围炉方式有吗 你有特别的印象深刻的吗 我们当时是以我们台湾人的 对 然后他们就是 因为办的时间是有点紧凑啦 所以我们就是以台湾人的部分这样围炉的方式 那他们也有得到很好的共鸣 他们就觉得说 这样的方式真的很好 他可以跟很久没有见面的姐妹 除了平常是用电话联系以外 今天还可以看得到面 而且还可以认识他的家人 其实他们是非常感动的 是哦 而且好像也变成了是多国文化多元文化的交流 也可以让他们知道说 其实我们台湾或台南的过年是 是有这么一些些不一样的特色 对 然后还带了他们母国的舞蹈 歌唱 我觉得我最欣赏的是 就是当他们在表演的时候 他们会穿他们母国的衣服 是 有时候他们母国的衣服真的是漂亮到一个不行 没错 对 我觉得那种感觉就是会让大家去 在同一个聚会当中 去很认真的欣赏 欣赏到每一个就是出身国家的 那些很道地的味道 是 那除了围炉之外呢 就是一般的活动呢 有没有也是印象很深刻的 一般的活动的话 就是有一点像亲子活动 小朋友的 他就带着小朋友 我们办这样 一年大概都会 每一区大概办一场到两场 其实因为他们其实工作也忙 要带着孩子出来玩 其实机会也不多 那所以我们又会透过家 就是亲子旅游的方式 一日游的方式 然后去凝聚他们的凝聚力 而且去相互去了解彼此的 心理对方的话 有些孩子是不好意思说出来 然后我们透过活动的带领 让他们可以让他们的 更加亲近 就是动态的也有 然后静态的也有 OK 那么下一段呢 我们要再来继续聊聊 未来的一个趋势 未来的一些展望和规划好不好 好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